我注意到这几天国际社会呢普遍高度的关注当前的阿富汗局势 以及美国对当前阿富汗局势所负的责任 美国对押政策是否已经失败 美国的盟友是否认为美国靠不住 我想美方呢和有关国家他们都会做出自己的思考和结论 但是坦率地讲昨天以来我和大家一样在电视上和网络上 看到那些关于喀布尔机场的混乱的画面 特别是有人因为急于跟随美国人撤离 却不幸从美方飞机起落架上摔下身亡 这样的视频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喀布尔机场这几天的混乱四成相识 让人感慨万千 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阿富汗战争 但是美国赢了吗 我们看到20年来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 从个位数增长到了20多个 美国给阿富汗人民带去了和平吗 我们看到20年来十多万阿富汗平民在美军及其盟友的枪炮下伤亡 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 阿富汗战争平均每天造成六千万美元的损失 严重地拖累了阿富汗的经济社会发展 而美军也付出了两千四百多名军人死亡和超过两万亿美元的代价 我注意到拜登总统讲 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不是重建 这倒也是句实话 因为无论是在伊拉克 叙利亚还是阿富汗 我们看到美军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动荡 分裂 家破人亡 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美国的力量和作用是破坏 不是建设 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昨晚王毅国务委员 应约同布林肯国务卿通电话的新闻稿 王毅国务委员强调 事实再次证明军事干预强权政治不得人心 终将失败 把外来模式身搬硬套 搬到历史文化和国情截然不同的国家 水土不服 最终难以立足 用强权及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 我也注意到拜登总统在讲话中表示 不会再犯对别国内战投入过多精力 通过无休止军事干预 重述其他国家的错误 希望美方能对其动辄军事干预 穷兵独武的政策 做出认真的反思 停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 肆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放入门 优独播放入门 优独播放入相当